Hello 大家好 我是花花 今天我们来讲的是昨天比赛的四道题目 由于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讲 那么讲题之前还是不要忘记 关注频道订阅之后打开小铃铛 接收到我最近通知 每周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那么昨天在比赛之后的话 我也收到了一个同学的捐款 首先感谢这位同学 我不知道你是已经找到工作了 还是说还是正在找 那么希望你能够拿到一个立项的offer 那么同时的话 我也看到他的留言中讲了一点 就是说他是坐无认车的 所以说要用C++的 然后我的视频正好是C++的 所以说他觉得帮助非常大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话 我有一些看法 就是说我经常在论坛上 收到一些同学的反馈 说希望第一点的话 就是说不是python 或者说不是Java的 所以说我不看 那么第二的话 就是说希望能够提供python和Java代码 首先我希望我的讲解的话 是尽量和是做到和语言无关 那么尽量少用某种语言特殊的特性 还是以讲这个怎么去看到这个问题 怎么去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思路为主 那么最后 总管你得总管你得看大马 把这个时间过一遍 那么我希望我的讲解 就是在看大马之前的话 你就能够把这个题目理解 所以说我觉得看大马就是最后一步 那么同时的话 我也并不觉得去看其他语言代码 是一件浪费时间 或者说是一件错的事情 我反而觉得是一件好的事情 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在工作中的话 你也可能会经常会需要去看一些其他语言代码 特别是你在大厂工作的话 那么它的通常的主要的语言的话 至少有两到三种以上 就是说你有可能会需要去看到一些其他语言代码 那么对于培养大马的阅读能力 没说让你去写 那么对于这个读的能力的话 还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是英语的话 你可能就是口语或者说书面语言能力不是很好 但是你要至少你的读要没问题 我觉得这个和编程也是一样 你有一个主要的语言 那么至少的话你可以去读其他的语言 不要求你100%理解 但是你知道他90%的情况是在干什么事情 那么这是一点 就是培养这个阅读能力 那么第三点的话 我觉得反而是件好事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是用相同语言去刷题的话 比如说你看到别人代码 你把大马抄一遍 然后你就过了 你甚至不知道这个方式是干什么的 你就过了 所以说如果说反过来说 你是用其他语言来刷题的话 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些翻译 去做一些转换 或者说你要去找到相对应的函数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你就去需要思考 需要去强化记忆 需要去搜索一些资料 那么这个我觉得反而是对你来说 并不是件坏事 反而可能说是件好事 就是那么我觉得 对我来说的话 我是尽量做到这个语言初心化 这样就以讲题思路为主 然后的话 如果说你不是用CI的话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你不要说 就是不能看我的视频 我觉得还是会有帮助的 就是需要你去翻译一遍的过程中 也是有 对你会有帮助 那么这是题外话 那么我希望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 还有什么想法或建议的话 你欢迎在评论留言 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四道题目 昨天比赛比较坑的一点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这边换成了这个东令时 应该说少了一个小时 所以说当我开始比赛的时候的话 时间只剩下24分钟 那么好在昨天比赛第一是题目比较简单 那么第二的话是都是我比较顺手的这个题目类型 有两道DFS都是我比较喜欢的这种题目类型 比较顺手应该说是 所以说好在还是在最后两分钟吧 四道题目都做完了 那么由于小时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就合在一起讲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那么第一题 这个Sales with odd values in a matrix 那么这道题目的话是非常简单 就是首先它的数据度模非常强 那么有一个brew force的方法可以做 我看下题目描述 给你一个n乘n的这样一个matrix 然后它的初始值都是0 然后给你一个index数组表示这个第二行和第c列 那么就是对于每一个这个entry的话 你要把这个第二行和第c列的所有的元素都加一 最后让你返回这个矩阵中一共有多少个这个基数的 有个多少个基数 那么比如说第一个例子n12m13两行乘三列 那么index的话是01 就是把第0行和第1列所有的元素都加一 那么第一步做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是121和010 那么第二步的话是第一行第一列 那么是这一行 这一列那么就变成131 这边的话是相当是121 然后这一列的话就是2和2 再变成3和3 那么最后的数组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这个 呃 基数 所以说反昏6 那么并不是让你反昏这个矩阵 反昏你这个基数元素 呃 所以说的话 这个的话就首先我们看下这个数据公共 数据公共非常小 是n乘m和m的话都是50 然后这个index的话长度也只有100 所以说我看下这个题目的话 我就直接想就直接用模拟的方法 就是brewforce来做 也是没有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数据公共非常小 它的时间复杂度应该是 呃 应该是这个index的长度乘上至m加n 啊 然后 另外第二遍的话就是看n乘m 所以说啊 你用模拟做的话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把我们把这一行这一列所有的元素都加1 然后最后统计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这边给出了第一种代码 就是说啊 便利这个index数组 把它这个第二行所有的元素加1 把第一column列啊 所有的元素都加1 这个的话时间复杂度应该是m加n 这边的话应该是这个index的这个长度 所以说就是长度乘上至m加n 呃 当然我得设计一个二位数组了 来存储这个它当前元素的值 那么最后的话 我只要便利一下这个数组 然后看它呃 你们的基数的元素的个数 呃 用and1的话就可以去它最低位 那么就是1的话就是基数 0的话就是偶数 啊 当然你可以用modal之类都可以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做完了 这个这个体股由于数据度过非常小 所以说brewforce也是可以通过 呃 当然因为它没有要求你返回这个数组 呃 返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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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rix 所以说它可以进行一些优化 因为我只需要去计算 一共有多少个啊 这个基数 就我并不需要去算出它 其实就算是要算出它具体值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看一下讲义 那么 那这边应该是 k乘成n加呢 那么我们来看要反过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并不要去模拟一行行一列列做 那么对于每一个元素 这个居住中一个元素 比如说aij它最后的值的话 我知道它的值是什么呢 值是我index数组中所有啊 出现这个di行的个数 以及出现dj列的个数 我把这些个数全加起来 那么最后的话就是我aij的值啊 呃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时间复杂度啊 就是 降低啊 我就没有必要去模拟每一行每一列的这个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种方法啊 第二种方法 呃 甚至说我更根本不需要去知道它的具体的值 我只是关心机友的话 我可以就是可以用异货来做 但是我这边我觉得不推荐 就初学里来这样写啊 你最好还是把它值求出来 然后判断它的记偶性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种方法的话 我是只要去计算每一行每一列啊 被需要被加多少次 所以说我由这columns和rows来啊 来计数 那么这边的话我用的是1或等于1 那么它其实就是把技术变偶数 偶数变技术啊 这边的话你用加加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的话啊 我就知道了每一行每一列需要翻多少次啊 是需要翻技术次还是偶数次 那么最后对于 每一个元素来说 我知道它的翻转的次数 就是它的这个行出现的次数 加上它列出现的次数 如果说两个数都是偶数没问题 两个数都是基数的话 也是 没问题啊 只有一基一偶的情况下 它最后的值才会是基数 所以说 你这边可以再有一个异货 那么异货的话 只有它两个数不相同的情况下 它才会是1 否则的话就是0啊 那么 呃 这其实是 就是纯 粹就是使用这个二进制 一些未操作了 那我完全没必要 你完全可以使用直接判断的这个 这个核的借偶性 也可以做 那这是第一道题目啊 就是可以 由于它只需要输出这个数量啊 你就可以做一些这个压缩啊 没有必要去把整个这个数组 这个处理化出来 那么第一题相当说还比较简单 由于这个数据根本比较小 那就是blueforce也是可以做 那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题 呃 第二题的话是reconstruct a true row binary matrix啊 这道题的话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那需要一些 需要就是说稍微思考一下啊 呃 就是给你一个 矩阵 那么它只有两行 然后有n列 那么它是个binary的这个矩阵啊 所以说它的元素的话 只有值是零或1 那么 但是就是它给你的是呃 第一行所有元素的核 以及呃 对于每一列呃 它的元素的核 然后就是让你去 构建这样一个binary matrix 把它构建出来 使得它呃 就是符合这些条件 呃 呃如果说 如果说就是说 呃不存在这样一个矩阵的话 返回一个空数组 如果存在的话 你可以返回任意的数组 只要最后满足这条件就可以了 就说说说明它的解播是唯一的 呃 然后 拿到这个题目之后 先看一下这个数据个目啊 数据个目的话 是这个column的数量是到了10的5次方 也就意味着的话 你的算法的时间法度呃 要么是nlog n 要么是呃 哦 哦 因为它要求你最后反复这个数组 所以说你的lower bound一定是哦 哦 我们这条起步的话 明显也是哦 那我们看一下 呃 我们从哪里入手呢 就是从这个column i入手 就column i 呃 就是告诉你每一列的元素的和 那么当这个值是0或者2的时候很明确啊 如果是0的话 表示第一行和第二行都是0 我们就不需要做任何处理 如果当它等于2的话 也就它就意味着第一行和第二行必须都是1啊 那么做完这一些column之后的话 那么还有一些column的话 就是说它的和是1 这种时候我就有两种选择 我要么把它放在上面 要么把它放在下面 而这个时候啊 你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也就是最后你的你的这个矩阵会有所不同 那么我这边我用的话就是说啊 这个upper和lower 就是说我当前还剩下 这一行还剩下多少个值啊 那么当我这个upper大于lower的时候的话 我就分配给上面一行 然后否则的话我就分配给下面一行 那么相当于是交替分配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贪心的分配 那么你可以说我先分配给第一行 第一行直到分配完位置 然后我再去分配给下面一行 但是这种方法的话 你就需要去做一些特殊的判断 那么才能够确保说啊 不会出现有问题啊 当它正好的情况下 不会出现问题 那么我这种分配方式的话 我只要最后检查一下 我这个upper和lower的剩下的值 是不是都是等于零啊 只有等于零的话才表示啊 我构成构结完成了 如果大于零的话表示说啊 我这核太大啊 就是有问题 如果说小于零的话表示说我的核不够啊 就是也是不可能构成结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呃首先的话我们就把啊 把他的这个这个啊 column数数量拿出来 那么我去构建一个2乘N的这样一个矩阵 呃需要做做两遍 那么第一遍的话 我就去把所有零和2的这个核处理一下 那么其实我并不是要处理0了 那么处理2就行了 如果说他这一列的核是2的话 那么我就把它啊 上第一行和第二行都置为1 那么同时我把第一行和第二行的这个总的核都减减啊 就是我现在还剩下这么多元素要填充 那么第二边的时候我只需要去考虑1的情况 那么当这个核是1的话 我就要考虑到底是放上面还是放下面 那么我就看我剩下的剩下的谁比较多 啊如果upper比lower多的话 那么我就放上面 那么把第一行置为 第0行置为1 然后upper减减啊 否则的话我就把第一行置为1 然后lower减减 那么相当于是我是通过交替的方式来去 啊分配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也不需要去做任何特殊处理 也不需要去做提前的break 啊我最后全部做完之后 分配完之后 我只要检查一下这个upper和lower是不是都是得硬0 啊如果其中一个元素不得硬0的话 表示我要么没有分配我 要么我分配过头了啊 都是不合法的解 那么就返回这个空数组啊 否则的话我就返回这个啊 这个数组这个a 啊这是第二题 那么很明显这个时间复杂度的话 和空间复杂度都是1啊 啊所以说这是第二题 啊第二题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 啊第三题 这个number of closed islands啊 这道题目的话 啊就更简单了 其实它就是200题的一个变形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表述 呃其妙数还是让你去找小岛 那么现在0的话是陆地 1的话是水 那么就问你呃 就多少个就是closed的小岛 就是它被水域完全包围了 呃然后如果说这个小岛 它和这个边界连通的话 就是表示说它 你可以认为外面都是陆地啊 那么它和边界连通的话 它就就是不是一个closed islands 比如说这个三个0啊 它这边和外面可以连通 包括这个0 它可以和外面连通 所以说呃被这个closed islands的话 就两个 一个是这一个 然后这一个 啊它虽然中间有一个1啊 但是它它整体上都被这个1包围住 所以说它是一个closed 然后这个0是 它四个方向都被1包围 那么这种对于这种类型的其中的话 就很明显 你可以用DFS去找这个联合分量 呃当它 它当它这个元素啊 这个0的元素能够跨到边界外面的话 就表示说它并没有被包围 也就是它是一个不合法的 那么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 你最好去使用这个 如果说你对这个D规函数返回值并不是特别熟悉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去用它的返回值啊 我直接用一个啊 啊 全球变量或说类成员的变量来标记我当前这个联通风量是不是合法 如果合法的话就啊如果不合法的话就啊标记一下 那么我就不要去改我这个D规的这个就是一些变条件 包括一些退出的条件 对说机制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规模啊 这个规的话是Sign是呃100 那么然后 它的它的元素的质化是0或1啊 我们知道用DFS去便利找所有的联通风量 它的时间发布就是M乘N啊 就是100的平方 所以说这个题目的数据功能也是比较小 你就没有必要去做任何优化啊 我们就可以扫描整个网格 对于任何零开始的话 我们开始找它的联通风量 呃我们定一个这个D规函数啊 DFS啊 它是呃就是需要X和Y 就是它当前的这样一个坐标 呃如果说我能够走到边界外面的话 表示说我并没有被包围住 那么我的Value的话就是False 它不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小岛 那么直接Return 呃如果说它已经被标记为Either 那么就是Either它是水 或者说它已经走过了 我们直接用override的 就是inplace来override这个规的值 来标记为它是不是已经走过了 呃如果是已经走过的话 或者说水的话就Return 呃然后我把这个当前这个格子标记为E 表示说我走过了 然后的话我就往四个方向扩展啊 去找联通风量 那么这边的Value的话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全聚别的样啊 每次我找一个新的联通风量之前 我把它置为处 那么在找的过程中 一旦它能够超过边界 比如说这个元素 它能够超过边界的话 这个联通风量 呃就是False 当然我需要把它全部走完啊 把它标记为全部标记为E 呃然后的话最外层循环的话 我就便利每个格子 如果说它啊 还没被标记过的话 或者说它是水的话 我们就continue 然后我们把它把当前这个 啊认为它是一个合法的这个小岛 然后我们去DFS去找到联通风量啊 如果它最后这个是合法的话 我们就加点E啊 这个其实就是把它变成零或E啊 写的不太好 那么最后返回这个answer 呃这个我觉得是对 如果说你对DFS的返回值 并不是这么熟悉 这么能够掌控的话 我觉得这样一些话比较安全一些啊 那么看一下如果说你能够利用这个DFS返回值啊 直接去直接告诉你这个联通风量是不是合法 也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再往 呃 然后这边的修改的话就是返回这个DFS的有个返回值 那么把它把它就是用int来表示 0的话表示呃不合法 1的话表示合法 呃 这边还是一样呃 当它能够跨过边界的话就是不合法 否则的话我们就把它的这个标记 加标记一下 那么标记的话我们用这个gridyx加加 呃如果它本身是0的话 那么没没关系 如果说它本身已经是1的话 那么呃就会返回处 它就这个合法的 然后的话我就去往四个方向扩展 这边注意我用的是这个卫语 呃如果你用逻辑语的话就会有问题啊 他其中一个 呃是force的话他后面就会断开 就是短路啊 他就不会去做后面的这个操作 不会掉一个后面的函数 所以说你这边一定要用逻辑语 或者说你用加或说其他一些操作 呃防止它出现短路情况 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任意一个方向是不合法的话 那么我整个联头风量就是不合法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的话这样的话我就dfs它的反挥就有意义了 那么就是反挥啊这个联头风量是不是合法 那么我只要去呃 answer直接加等于这个dfs这个ji就是xy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前提的话你还是要去判断一下 当前这个格子是不是已经被标记过了 如果标记过的话我不能这个直接加 如果标记过的话因为它会返回1啊 所以说它是没有意义的 呃所以说对于任何人没有标记的话我去找到这个格子所在的联合风量 啊然后它是不是合法啊这是啊我不建议大家 如果是你刚刚刚刚开始熟悉这个dfs低贵函数的话 直接这样写啊我觉得会有一定的风险啊 我觉得还是写之前这种啊这种形式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些 用一个全区变量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那这第三题其实就是就是2007的变种 这种啊在网格中找联合风量的话 你就完全可以用是用这个dfs同样的模板 然后这边只是稍微加点变种啊就是超过变形之后反归forse 所以说这道题的话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 就是而且数据根本比较小100乘100 那么就轻松过了 呃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题 呃最后一题是这个maximum score words from by letters 那么到最后一些时候我只剩下了8分钟不到 所以说我题目都没仔细看 那么我就看数据根本 数据根本我看到这个呃这个长度是14 所以说就告诉我这个sdfs一定是2.n字方 那么就知道一定是这个combination或者说subsets啊 就是说你就直接套这个模板 我是一边写模板一边在看题目 那么这个题目的话就是给你一些呃单词 words 然后给你一个single呃 list of single letters 就是呃就是你可以用的这些字母 然后每个字母可以如果可以使用多字的话 它会有重复的多个entry 呃然后他会给你呃每个字母的这样一个分值啊 这个score list的话是一个26长度 就是每个abc到z的这个分值 那么这个letters的话它是可以重复的 比如说aacd啊 那么这边的话这边的scores的话是不能 没有重复的就是相当于是他的a的话是1分 b的话是0分c的话是9分啊 然后问题就是给问你啊 用letters里面这些字母去构成这个words啊 呃去构成这些words 当然每个words最多只能构成一次 那么问你能够得达到的最大分数是多少啊 啊由于看到这个数据规模非常小就是14 那就是你能想到的话 非常容易就想到的是全组合 就是尝试所有的这样一个words的组合 那么我就去判断它是不是合法 然后判断它的分数是多少 那么如果说我当前这个组合的总分大于我的s的话 我就更新啊 所以说也是一套也是一个模板题的话 不是特别难就是全组合啊 那么就是稍微要去啊 就处理一下这些啊 判断是不是合法 然后去更新分数 呃 所以说如果说你对全组合不是非常熟悉的话 可以找一下我之前相关的这个组合的一些题目来看 那么这个dfs全组合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就不再重复这部分 呃 首先的话我们就要去啊 去快速的判断是不是合法的话 我们就要去把这个letters稍微压缩一下 那么我就要去看一下这个A每个字符出现多少次 所以说我要这个cons26来就是存储 呃每个字符出现多少次 同时也是说我这个字符还可以被使用多少次 也是为一个这个running一个这样一个变量 那么这个cons的话是26就统计出来每个字符出现多少次 然后这个scores的话我这边啊做了一个预处理 其实你不做也没关系 就是说对于每个单词我去预先算好他这个单词啊 如果合法的话他的分数是多少啊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边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便利这个letters 然后把cons加加 那么第二的话我是便利所有单词啊 把这个单词的啊这个分数计算出来 就是预处理出来 那么这个单词是不是合法我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我先把它存着就是他对每个单词的这个score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dfs函数去生成全组合 那么他只需要两个呃状态变量 那么一个是s 表示说我当前从第几个元素开始取 那么第二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当前的这样一个分数是多少 那么第一归函数就是说啊 如果说我当前分数大于我的这个最佳值的话 我就把最佳值更新一下 我answered then current 然后我从第s个元素开始便利啊 当然这便利是这个单词了 那么这个word size啊 然后大家 那么假设我先一开始假设这个单词是合法的 然后我就便利啊 单词中的每个每个字母 然后我把它的count减减啊 如果这count 呃 减减小比0的话表示说我这个单词不合法 但是我这边并没有break 因为我没有去传这个count字数组 我只是用了一份拷贝 所以说我要最后要把它复原啊 就是backtracking的时候把它复原 所以说我这边并没有break 我首先把他这个单词所有的字母都减减 然后我判断它是不是合法 只有当它合法的情况下 然后我才会去做下一层地规 那么地规的话是dfsi加1开始做 然后的话这个当前的分数的话就变成current加上scoresi 那么这个scoresi是我预先计算出来每个单词的这个分数 因为它合法所以我可以加上去 那么当这个dfs做完之后的话 我就要去回溯 我就要去把这个count加回来 对于每个字母把它count加回来 这边的话就不要判断是太合法了 就算它不合法的话我也把它加回来 不然的话我这个count这个状态就不对了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说你的空间复杂度降到了on 就是这个底规的深度 否则的话你对于每一个这个底规扣的话 你就传一个这个count的拷贝 你就不需要复原 但是的话你的空间复杂度就变成了这个 就是on乘上值26 其实也没有太大区别无所谓 所以说这边就是这个dfs函数 那么你在最外层调用的时候 只要调用00就是调用00的话 就可以产生全组合 你并不需要去判断它长度 这个就是产生全组合 非常方便 当然你可以使用一些 你可以使用这个循环来做 那么用这个binary mask的方法来做 就是从0到1左1n位来做也可以 那我只是觉得这样的生成全组合的效率 更加高超一些 然后它的深度也不是很深 所以说无所谓 深度只有14 单词长度的话是15 然后这个整个letters长度的话是100 这个数据规模相对来说也比较小 也很轻松的过了 那么这个好像运行时间是0毫了 所以说也并没有需要太多优化的地方 那么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做一下如果对这个全组合不是特别熟悉的话 那么也可以做一下 因为这套题目还是相对说比较有意思一点 其实它是个优化 那么优化的话 当然是你需要去每一句所谓的可能组合 那么就是用bruforce 其实它是bruforce 只是说你需要一些技巧来够 才能够生成这些所有的这个可能的这个组合 那这是上周比赛S到的题目 如果大家还要跟上比赛 就昨天比赛S到的题目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或者说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的留言 不要忘记点赞 关注转发投币 如果想讲到的题目 欢迎在评论的留言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我是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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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